大家好 歡迎光臨一年 去Angela游不思夢 日劇回到外面 為什麼是日劇回到外面呢 因為這一集說的 又不是正式日劇的 其實可以說是劇 但又不是在電視播放的 又不是叫 因為是Lefis這個 收費的台才播放這一套劇 也都可以在網上看 不算是正式在電視機播放 所以看的也不是很 怎麼說 未必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到 要另外額外收費 首先感謝這個網 HARPERSBAZAAR.COM-K 終於找到有一個 就是有講解劇裡面的一些 吸引大家的一些故事 這一套叫做 《金濟之國的有西》 是讀有西吧 因為我在網上 就是在網上 就是在網上搜尋過 它是真的讀過西字的 那 也叫做Alice 有西的日文 讀音 叫做 叫 叫 歐…歐斯 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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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來C 所以這一套 也就在玩遊戲 而且教你生存法則 這個年尾差不多2020年尾就是一個很值得推薦的劇 今年除了這個《搬摘直樹》很容易大熱之外 這一套其實是電影的日劇 因為簡直是很有電影感覺 快到年尾了 不知道大家會如何終結這個2020年呢 很感謝大家很支持一年去Angela不視夢這個頻道 不論是Facebook、Instagram、Blog等等 Youtube 加上Youtube 已經製作也有670多部影片 當然有些都大熱的 當然有些都不大熱的 當然不是一部影片都什麼 不過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有些feedback回來的 又說有靜的又不好 當然有不好的也很多 就會改善一下 好了 好了 這一套不知道大家看了沒有 這一套叫做電影日劇 好嗎 其實《甘濟之覺》的優勢 由台灣就證明《甘濟之覺》的闖關者 劇中有多個地方 在日本香港和多區都榮登冠軍 這套真是很厲害 其實就是有山企賢人、土太鳳、丁田啟泰、心永憂希等等 其實也有很多的 說不出那麼多 叫新生代星 紅星 特別是這個丁田啟泰 就是最近播放的30歲 還是處男 表姆法師這一套 這套我就沒有什麼去說 這套日劇 不要專程製作一段影片 因為這些是男男戀放不到上youtube 因為試過 曾經試過 上幾年 春田田那些 沒有想放上去 但他也是禁止我 他不會讓我放上去 雖然說這一套是 叫做BL 就是Boy Love的日劇 不太多說了 好了 這一個是很刺激的死亡遊戲 最近很少有這些劇 當中有血腥恐怖 發現一些很陰暗的位置 有些感動的位置 劇力十足 基本上每一個位置都很高潮 跌起 已經很緊張 那好了 先說一說 這個也是一個重頭製作 其實這一套是有漫畫改編而成的 號資大約750萬公尺 其實應該是貴在後期的製作 例如說 怎樣 令到好像看到 在涉谷 即是三個男孩 涉谷 突然間沒有人的畫面 真的很有趣 不知如何是製作的 那 也是 我覺得 開頭是吸引之處 在這裏 真的覺得很奇 真的很有趣 所以說 為何會突然間 去完廁所之後 三個男孩 相識的 其實可以說是廢青 男主角 有西良平 昨天是打遊戲機 就跟好朋友 兩個好朋友 即是一共三個人 進了廁所之後 就出來 就看到全部沒有人 為什麼是涉谷區 那 然後 三兄弟 第一關 這個就是 夜晚 他們去了一個 沒有人的 叫做 金濟之角 他們的意思 那 第一關 就是 生死門 那 那 就 在限時裏 要決定 哪一道門 究竟是 天使那邊 還是魔鬼那邊 那 原來 都是有 就是 第一個女生 一個陌生女生 就死了 另外 就 有一個叫 紫吹的女生 都自私精上身 說她 都不太受規矩 之後 冷靜下來 想清楚 破解的方法 也都是 有勢 記得這個 建築的結構是怎樣 然後 再 呃 不是靠猜 不是靠猜 究竟是 呃 哪一道門 但總之 開錯了一道門 就死了 那 而第二關呢 也是 玩竹迷藏 而這次呢 就有這個 嗯 土屋太鳳 出場 土屋太鳳 出場 都挺 運動型 爬山 那樣 那 這部分呢 就是爬這個 叫 水管 那樣 總之 就 找出 這個鬼 還是 總之 不要被鬼捉 同時就 要開到 有一個目標的房間 就是 有一間房間 是開得到的 然後 再者就 破關 那這個 也都是 嗯 就是 一開始就 有人去 散洞西 一邊就 找著 目標房 一邊又要 對著 就是你賣 不要被那個 其實那隻鬼呢 就是 套住 馬頭的 就是人頭馬面 的 馬 馬頭 馬面 套住 馬頭的 面具 其實看的 視線都有限 那 然後 就 而 有個想到方法 就是 大聲地 告訴大家 那隻鬼的位置 大概在哪裏 就是 叫大家 避開 因為看到 真的會中槍 而死 這個真的很危險 而另外 有一個 第三個 這個 遊戲 就是 三兄弟 第一題 闖關 但追蹤的結局 都很血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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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令人揹 這一段 都很感人 亦都 沒有辦法 可以解到 有什麼辦法 他們都可以留下來 不需要 兄弟們 會離開 那 其實 真的很 很刺激 這個 那 再 之後 故事 不再說 那麼多 給大家聽 很吸引 吸引 你會再去 繼續追 究竟 那 男女角 可不可以 離開這裏 或者其實 他的想法 就是 想找個大佬 就是 找個 製作遊戲的人 而去 改變 這個 或者 不要再去 玩這個遊戲 或者是 要 總之 要救回所有人 之類的 那 今次 第一季 結尾 還未完 那 其實 當然 這套劇 真是 這套電視 電影的日劇 《金仔之角的遊誓》 這個 後面 也有些人氣的 女星 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 因為 每個看完 都覺得 哪一個女孩 好吸引 好吸引 這些 就 待下一段片 跟大家分享 那 然後 他也有再說 這個 後期 這些 這部分 第一 之後再跟大家說 第二 那 不知道大家看了這套 沒有 最好大家先看了 因為 我已經說了 很清楚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按讚 和訂閱 謝謝